你看我们的香蕉有多漂亮 它的皮很漂亮 还有它的那个质感真的很好吃 所以照旧说我们这边会有洛杉丰的香蕉 欢迎大家来品尝 满洲香农会16日盛大举办农民节庆祝活动 吸引上百位农民到场热闹同荒 现场也促销宣传在地农特产品 除了我们农会有这个拍卖 这个行销的这个管道 像我们行销到台北 第一室 第二室 第三室 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农民它各自在网拍 网路拍卖 满洲香依气候因素及强劲的洛杉丰 农业发展受限 长年以来主要农作以种植牧草为主 满洲香农会不断尝试各种农作物的改良及研究 目前盛产期的红龙果 以及黑豆加工制品满洲鸣 都是现阶段重点推广的农特产品 所以你要种那个一般水果 它开花的时候就被洛杉丰把花蕾却掉了 所以火龙果它不怕这个风 因此我们满洲农会就强烈在推荐这个火龙果 不过也有满洲乡民无奈表示 目前部落种植果树 常遭野生动物侵饶 让人烦不胜烦 也阻碍了部落农场的发展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种那些农作物 那个什么猴子那些之类会给它吃 我们跟农政单位一直在努力 跟啃管处一直在努力 要来杜绝这些野生动物的这个损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进展 恒春半岛正值火龙果产季 满洲乡农会利用农民节庆祝活动举办促销 香甜火龙果幸运民众争香购买 乡公所引农会也表示 满洲环境天然未被工商业污染 将草全面推展有机农业种植 作为未来辅导农民的方向 记者国六屏东满洲采访报导